我们的任务是找文物中的动物 一定要找是我们生活中有的动物 好吧 动物来 找着没有 看这有什么 哪个文物上哪有动物 看见没有 这什么动物 鹿 鹿什么鹿 梅花鹿 看身上有梅花 看见没有 梅花鹿 这一对叫百鹿 鹿尊 所谓百鹿 一百个 你只要数 它就准一百个 这件文物 跟你们经常看到的文物不一样 古人认为 口小 身子大 足大的 这叫瓶子 这种底和口 差不多大小的都叫尊 百鹿尊 鹿代表高官后鹿 代表官员 上面还有什么动物 鲜鹤 鲜鹤 鹤在中国的文化中 代表长寿的意思 能活得长 古人都认为 活得长是一个幸福 我们今天人 依然这么认为 活得长是一个幸福 我们往前走 来 这么大一个屏风 好大呀 这上面有动物好多 找一找 那有什么动物 马 有这个带来做 马鹿 这个屏风是康熙年间的 距今有三百年了 当年中国人把这个屏风 做好了以后是运往欧洲的 欧洲的贵族家里会买 这样的屏风去陈设 这个屏风上有多少种动物呢 我也没有统计过 我们再找一找 先一个一个找 那有一个鸭子 有鸭子 是一个 我告诉你 那个是鸳鸭 鸳鸭 好 你看那边有鹿 这有鸟 这有丹顶鹤 鸡哪呢 这呢 这什么鸡 这是俩公鸡在斗 斗鸡 你看 它毛都炸起来了 看到没有 斗鸡 还有 鹿 鹿 鹿 哪呢 那鹿 那眼神好 鹿 看到了吗 还有什么 羊 哪是羊 我怎么不知道有羊 这羊 这几只羊 两只 三只 两只 两只羊 你看 有马 鹿 羊 鸡 鸭 鹤 鹤 鹤 还有什么 鹤 还有人 你说的很好 人是高级动物 我们在动物学科中 人科 那我们人呢 人跟动物之间呢 我们看到 可以构成这样 如此和谐的一个画面 上面十种以上的动物 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 我们生活中经常 可以看到动物 除了你家养动物以外 你出门可以看到 你们家小区上 那个树上有鸟吧 那么动物跟人 构成了一个非常和谐的 生活的画面 我们就更应该提倡 保护动物这样一个意识 你们从小建立一个 非常完善的一个观念 对你一生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一定要跟社会 跟父母说 这个动物的重要性 我们跟动物达成了 一个地球的平衡 如果这个地球上没有动物 我们也就马上就 嗝屁了 其实动物无所不在 它跟人类的关系 自古至今都是非常亲密的 这一百年来 动物的物种灭绝 速度是惊人的 人类实际上是在最后的关头 发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 关系不能破坏 我们两天来 由老舍先生的猫课文 引发这堂课 我们观察动物 和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通过猫这一个切入点 我们走到了官府博物馆 看到了那么多文物 看到了官府博物馆里的 官府猫 我一直在说 猫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们人之间的关系 猫的江湖 就是人的江湖 我一定会 цент